聯合國通過每年4月2號為世界自閉症關懷日 3月30號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網場舉行 2013心心相襲讓愛走動國際自閉症關懷日活動 社團法人台東縣自閉症協經會 帶領10個家庭37位家長與小朋友特別到場參加 讓家長與小朋友透過文化交流來提升對社會的適應 台東縣長黃建廷更特別到場參加並陪同小朋友們 我從去年開始也開辦了國小的 學前準備班 讓我們很多的孩子 可以先到那邊去適應 也收到很好的成效 我們也從在地來培訓一些身心障礙的教保員 辦理了各種的 家長老師的 這種教育訓練 跟座談 當然也感謝 全國的總衛 還有很多的 專業的機構跟老師們 都願意 遠到 台東去 那麼來幫助我們 有很多人 很好奇說為什麼 台東的縣長這麼關心 新兒 因為要跟大家報告 我自己的老大也是一個高功 高功能的自閉兒 其實我也是新爸 所以 我想 我要謝謝他 教會我怎麼樣 對待 身心障礙的孩子 那 我們台東 這個 我們的自閉症協會成立才一年半 我們算是最年輕 最需要大家來協助支持的 所以 也很期待 未來有更多的機會 來跟大家交流 我要特別歡迎 代表台東的鄉親 歡迎大家 有空到台東來 在教育部的支持 102年8月 台東興建的特教學校 也即將完工 未來也將有200多位 中重度的孩子 將得到 更好的照顧 東南新聞 中央報導